隨著氣溫越來越低 暖呼呼的電暖爐 越來越受歡迎 不過實用上一定要注意 因為一不小心 可能會像這樣 把皮膚烤出暗紅色的網狀斑塊 一位長期在上海工作的男子 就是因為長時間 坐在電暖爐旁邊 結果竟然把血管烤到發炎 醫師表示這種慢性血管發炎 初期沒有明顯症狀 很容易被人忽略 但是長期發炎可能會逐漸發癢 甚至出現水泡潰爛 治療之後也可能留下疤痕 臨床上也發現 皮膚感受比較遲緩的老人家 特別容易因此受傷 一般我們都是建議到三十公分以上 或是一公尺以上 不要超過三十分鐘或一小時 會比較適當 市面上電暖爐種類很多 發熱原理都不一樣 但是醫師提醒 不管哪一種電暖爐使用時 都不能對準人體 才能保溫又不會傷害皮膚 記者綜合報導